開一間手藥飲料店並不難 但選擇比努力重要 有一個完整的事前規劃 與其資金的妥善運用 你就能夠輕鬆的擁有一間屬於你自己的手藥飲料店 大家好 我是蔡志堅老師 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創業夢 尤其是大家對手藥飲這個業態有了基礎的認識之後 還有對手藥飲的配方有了基礎的學習 大家都想要來開一間手藥飲料店試試看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帶大家去了解到認識什麼是正確的店面 開啟大家創業的第一步 創業的第一步 我們要先做好開店前的考察 我們要確認自己到底需要多少創業資金 然後很謹慎的對這個創業資金做好管理與規劃 並精準的來運用這筆創業資金的使用 取得資金的管道非常的多 如何運用這些資源會是一門學問 資金的取得其實有三種方式 首先是政府的創業貸款 再來是銀行的創業貸款 最後是私人借貸 其實政府提供了不少創業貸款 像是有勞動部的鳳凰創業貸款 最近走訪了滿多間銀行 比較各家的貸款方案 發現好像不是那麼適合我 所以我就暫時不考慮從銀行來做借貸 後來偶然發現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覺得我的條件滿符合的 所以我打算從這邊來借我的第一筆創業貸款 這個計畫的服務對象是針對 未滿45歲的女性 45到60歲的中高齡國民 跟65歲以下的離島居民 這個服務是用來提升國民創業的參與率 服務的項目還包括發展微型創業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融資信用保證專案 及創業陪伴服務等 一個國民現身辦兩次 當資金借貸成功之後 我們要精準地規劃這筆資金 讓這筆資金成為我們開啟成功的關鍵鑰匙 我們辛苦借貸到的資金 有很多種的運用方式 我們可以裁成幾個部分來去做使用 像是我們可以把這筆資金 運用在店鋪的租金還有押金 你們門市裝潢也需要這筆資金 其中有一個觀念很重要 就是你要知道 銀額爾大致會是租金的十倍 你有一個這樣的數字觀念 你就可以知道你手上的資金 在租金上費用要如何運用跟拿捏 我在這附近看了好幾間正在出租的店面 發現其實租金雖然都沒有很高 可是如果我要重新裝潢 跟買設備的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所以讓我很猶豫 那也有人建議我說 如果是創業的話 或許可以從就是店面頂讓的方式 來做創業 那這樣子的話 那些店面他們的器材啊 設備雖然都不是最新的 可是這樣子可以幫我審 非常大一筆設備的開銷 成本會大幅的降低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還滿不錯的 那像現在網路上有滿多頂讓網 或者是頂讓店面的社團交流 那在這裡面都有滿多資訊 所以我在這裡面 確實看到好幾間我覺得很不錯 想要試試看的店面 想創業的人 可以尋找一些頂讓的店面 來做創業的起步 它可以讓你省下不少資金 同時間我也要提醒大家 頂讓店面的過程 一定會有問題存在 一定要到現場去了解 考察當地的情況 再進行頂讓交易 雖然我很鼓勵大家去做頂讓店面 但要記住 頂讓店面的過程 不是要你去頂讓設備與器具 而是在讓你頂讓一個店的營業額 去頂讓一個店的機會 去頂讓一個你開店的時間差 我們在找創業資金 以及做資源分配的同時 我們也要花時間去了解 你所在的這個區域 它的客源層到底有哪些 因為畢竟貸款出來的這個資金 非常的不容易 我們要把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 讓創業的成功條件 越來越簡單 你在找店面的同時 要常常把自己當作是一個消費者 跟著人流的方向去走 這樣你就可以找到消費者的人群 到底是往哪個方向去運動 你就可以來評估 你想開店的位置到底適不適合 正不正確 我們可以利用幾個方式 來評估看一下你的開店位置 到底適不適合 正不正確 像是商圈的通路屬性 或者是地理交通位置 還有附近有沒有競爭對手 或是你的夥伴店家位置等等 開店的位置市場屬性是非常重要的 不同的市場區域屬性 其實它會需要不同的手搖飲產品 像是住宅區啦 商業區啦 住宅混合區啦 學校區域等 學校區域它就需要有平價 而且喝完之後具有飽足感的飲料 來去吸引這些學生族群 我已經來這個捷運站做調查 已經三四次了 那我目前在這邊待了一個小時 那我發現呢 這邊經過的人潮都是年輕人居多 那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各佔一半 那我發現即便呢 像現在不是上下班時間 那人潮還是很多 而且基本上都是從這裡往這邊走 所以我認為這裡是一個很適合開店的好地點 人潮是滿充足的 跟著人流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再看看附近是否有同業的競爭對手 或是與你的手搖飲料店有存在夥伴關係的店家 什麼是夥伴關係 就是能夠與你的手搖飲 互補的一個產品 你手搖飲料店的好朋友就是火鍋店 選擇到對的地點 你的客員就容易被你的手搖飲店給吸引住 記住你要創業 就一定要親自到現場去做市場調查 這些所有的東西你都必須要眼見為平 你看到所有的細節 到時候都會是你開店成功的關鍵 掌握創業資金 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上 才能夠成功的讓你開一間屬於你自己的手搖飲料店 在努力下方思名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